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信耶稣之后呢 会自称自己叫基督徒 而基督徒呢 不只是一个礼拜天来到教会做礼拜 或者参加一些服事小组聚会 奉献等等 这些都非常的重要 但是呢 不只是这些 一个基督徒一定要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 那跟随耶稣的人到底有什么特质呢 除了我们刚刚说的 你会是一个稳定聚会啊 参与服事啊 你会十一奉献之外 那到底还有什么特质呢 我们一起要来从路加福音五章 一到十一节的这一段经文一起来思想 我来念经文给大家听 好 路加福音五章第一节 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 众人拥挤他 要听神的道 他看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 打鱼的人却离开船 喜往去了 第三节 有一只船是西门的 耶稣就上去 请他把船撑开 稍微离岸 就坐下 从船上教训众人 讲完了 对西门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西门说 夫子 我们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着什么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第六节 他们下了网 就圈住许多鱼 网险些裂开 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 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 甚至船要沉下去 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西前说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他喊一切同在的人 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 第十节 他的伙伴 西匹代的儿子 雅各约翰也是这样 耶稣对西门说 不要怕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他们把两只船拢了岸 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 好的 我们从这一段经文要来看 跟从耶稣的人 第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叫做被神使用的人 是的 跟随耶稣的人 是一个被神使用的人 我们从刚刚读的经文 一到三节里面看到有描述的两种人 第一种人在第一节叫做众人 是的 这众人拥挤耶稣 很渴慕想要听耶稣讲道 是的 很渴慕来聚会听信息 听耶稣讲道 这些都是对的 都是很好的 而另外一个人出现在第三节叫做西门 他那个时候已经工作下班了 因为他是个渔夫嘛 他整夜出去打鱼回来 之后第二节有说 他已经在洗网了 一个捕鱼的渔夫已经在洗网 就代表他要休息了 而一群人正准备听耶稣讲道 而彼得在那个时候已经很疲惫 在洗渔网准备休息的时候 第三节我们看见耶稣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耶稣看见西门的船呢 他就上去了 他没有问西门我可以用你的船吗 可见耶稣跟西门的关系一定非常的好 好到当耶稣要使用西门的船的时候 就可以直接上去 他不仅上去 还请西门过来把船撑开 离岸有一点点距离 以至于耶稣可以继续坐在船上 教训众人 才不会被众人拥挤 然后就掉到水里面去了 所以呢西门在他准备下班 准备休息的时候 他能就被耶稣来使用 他的船被耶稣使用 他的功夫也被耶稣使用 来把船给撑开 所以跟随耶稣的人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 是一个被神使用的人 弟兄姐妹 耶稣可以随时使用你吗 你如果是一个跟随耶稣的人 你应该是要成为一个 随时可以被耶稣使用的人 可以使用你的什么呢 你的个性 你的财干 你的家庭 你的金钱 你的物品 还有一切你所拥有的东西 都可以随时被耶稣来使用吗 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活泼的个性 那有一些活动需要有主持人 需要有人来带动气氛的时候 你愿意说 我来我来我愿意 那如果你是个性比较安静的人呢 或许你就是一个适合当倾听者 如果有人需要聊一聊 你愿意成为那个倾听的人吗 你的财干 尤其在这疫情期间 我们特别发现 有一种财干真的很需要 就是做录影 做直播的人 因为阿光比较缺乏这个部分的财干 财干的弟兄姐妹 所以真的很羡慕五谷啊 蛮多人会做这件事情的 可以把主日的录影录得非常的好 还有你的家庭 你可以成开放家庭 被神使用吗 如果你特别有赚钱的恩赐 你比别人更容易 获取金钱 你的钱愿意被神使用吗 你的物品 你的车子 你的手机 你有很厉害的手机 电脑等等 你的东西愿意被神使用吗 那我想跟五谷的家人来分享 这是我的家 这是我们家的一个客厅 非常小的一个客厅 常常就是一个塞爆许多人的家 因为我知道在 我刚进入婚姻的时候 我跟辅助牧师 我们彼此有一个愿意的心 我们跟神说 我们的家愿意成为一个开放的家庭 愿意成为一个接待别人的地方 以至于到我们孩子 陆陆续续都长大了 我们的家常常就是一个开放的家 这是一个最可怕的时候 一个小的客厅塞满了二三十个人 大家即便没有椅子坐 坐在地上 还是一样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快乐 是的 我的家 我跟神说我愿意的时候 是要付代价的 你知道这张照片 常常出现在就是礼拜天的下午 你们知道牧师礼拜六礼拜天很忙碌 礼拜天聚完会后 有时候还要开小组长的聚集 会议 还有一些各式各样的会议 跟人约谈等等 真的到两三点 非常疲惫 回到家的时候 我最喜欢就是摊在我们家的沙发上 放空一下躺一下 然后呢 可以很轻松的 换上睡衣就坐在那里 但是呢 常常常常常在我回到我们家 门口 我就知道 我刚刚的 一点点的渴望都没有了 因为我看到门口有几十双的鞋子 摆在门口 我就知道 我们家一定又塞爆许多人了 果然如此 当我推开家门的时候 耶 许多小孩跟我打招呼 我们家又塞爆许多人 那时候我要跟主说 是的 主 我的家愿意被你使用 我的沙发愿意被你使用 所以我呢 只能默默地回到房间去 把我的客厅 让出来给这一群孩子 也许多孩子 也有许多的大人 很喜欢来到我们家 因为他们窝在这里 很感受到 在主里面的喜乐 温暖跟爱 那也是我很渴望 被神使用的地方 所以弟兄姐妹 你呢 你的哪个部分 是一个可以被神使用的 你一定要不断地 回应神 跟神说 是的 我愿意被神使用 拿来祝福更多的人 这样你才是一个 跟随耶稣的人 好 第二个我们要来看 从这段经文 我们看 跟随耶稣的人的 第二个特质是 顺服神的人 我们从第四节来看 讲完了 当耶稣讲完了 到之后 他不仅用了西门的船 还对西门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那个时候第五节 西门对耶稣说 夫子啊 我们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着什么 这一句话厉害了 你们一定要留意这句话 西门彼得说的一句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是的论 经验来说 彼得是个渔夫 他打鱼的经验 一定比主耶稣还多 主耶稣很会讲道 没有错 但是西门很会捕鱼啊 所以按着逻辑的判断 应该是 耶稣要听西门的 捕鱼的经验 是西门比较多 而且这个时候 西门已经很疲倦 已经想休息了 主却给他一个挑战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所以一个跟随耶稣的人 一定是一个顺服的人 也是一个顺服神的吩咐的人 所以西门在第五节 说的这句话 非常的重要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是的弟兄姐妹 有时候我们要顺服神的话 或顺服我们 带领我们的权柄者的话 有时候觉得有一些困难 环境中有一些不允许的 但你愿意向西门说 但依从你的话吗 我想要来分享 阿光一个姐妹的见证 她叫雅娟 认识她的人知道 雅娟是一个单亲妈妈 那她的生活 还有她的经济 其实长时间都是非常的紧的 常常收入跟支出 是差不多打平 没有办法有多余的钱 所以以至于她的十一奉献 有一阵子也是起起伏伏 没有办法那么稳定 而就在疫情 还没有爆发之前 大概在五月初 那个五月的时候 她就非常的 很想跨越自己 对金钱的没有安全感 去跟神说 主我愿意面对挑战 我决定要稳定的十一奉献 当她做了这个决定之后 哎呀考验就来了 五月中就爆发疫情 而雅娟因为 她在安亲班工作的关系 接着她就失业了 当她决定要 稳定十一奉献的时候 她就失业了 弟兄姐妹 你会不会觉得 神啊你开什么玩笑 我都决定要十一奉献了 你不是应该要支持我吗 你应该给我更大的祝福啊 怎么我决定之后 我就失业了 但雅娟没有打退堂鼓 她还是决定 跟神说好了 她要十一奉献 她就决定要如此做 而她内心刚做完这个决定之后呢 没有多久就接到 我们阿光的财务同工 打电话给她 跟她说 雅娟雅娟 疫情期间啊 我们没有实体的主日 但是有人为你奉献了一笔钱 麻烦你来到教会的办公室 请你来签收 所以雅娟觉得 非常的奇妙 虽然环境中有这么大的困难 让雅娟决定要跨越这个难处 一重组的话的时候 就接到这通电话 之后她跟我分享说 一婷姐 你知道吗 我收到的那笔奉献 比我原本要奉献出去的十分之一 还要多 比我要奉献出去的十分之一 还要多 而且 我只是心里面 决定要如此做的时候 神就回应我 先给了我一笔奉献的钱 超乎她所求所想 而她失业了 接下来呢 她面对很大的挑战 她必须养自己跟养小孩 还有一些房租固定都是要支出的 她没有工作怎么办呢 就在她陪伴一个组员 也一样 因为疫情而失业 一起要去找工作的时候 他们进去面试 原本是陪主员去面试的 结果呢 这位面试他们的主管 就跟亚娟说 既然你的朋友录取了 我们还缺一个人 你要不要一起来呢 亚娟就非常的惊讶说 我是陪别人来的 原来我也有工作了 因此这两位姐妹 他们就同时录取了这份工作 亚娟就跟我分享说 一婷姐 这个工作超乎我所求所想啊 因为呢 她只要上班一到五周休二日 我的六日终于可以好好来服侍神了 而且不仅如此 见红就休 就是国定假日都休息 并且啊 以前亚娟不仅有一份工作是一到五 她礼拜六还必须去打工 一整天才能够支付她的家庭的开销 所以呢 她都用礼拜天来服侍神 带领小组 一样没有因此她就不服侍神 还是有服侍神 但是时间真的很紧缩 但是这份工作 她告诉我 一婷姐这份工作的薪水高于她之前的两份工作 加起来的金额 哇 真的很感谢神 神是信实的神 虽然环境都是在告诉我们 不可能不可能 我已经整夜劳力了 这是不可能的事 我怎么做得到呢 但是弟兄姐妹 你愿意依从神的话吗 当你依从神的话 就要带下大大的祝福 超乎你所求所想 第六节 第七节这里说 他们下了网圈住许多鱼 网险些裂开 便招呼了船上的同伴 来帮助他们 他们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 甚至啊 那个满到船要沉下去 所以当彼得依从主的话 下网打鱼的时候 哇 那个鱼多到它没有办法拉起来 必须招呼同伴来帮忙 多到船要沉下去 第九节跟第十节也形容说 跟他在一起的那些同在的人 都非常惊讶 这一网所打的鱼 甚至他的伙伴 雅各约翰也是这样 所以彼得的一个顺服 影响了身边许多的人 因着他一个顺服的行动 让当时在旁边的许多的人 都看见这个神迹 惊讶这个神迹 而可以把荣耀归给神 所以像雅娟这样 弟兄姐妹 当你顺服去做的时候 你所带下来的祝福 不仅在你自己一个人身上 而且可以让你身边的朋友 你的家人 你的同事看见 这一网所打的鱼 非常的赞叹神的作为 好 所以跟随耶稣的人 一定是要一个顺服神的人 第三个我们要来看 跟随耶稣的人 有什么样的特质呢 第三个叫做谦卑的人 跟随耶稣的人 也是一个谦卑的人 第八节我们来读 西门彼得看见 就俯伏在耶稣西前说 主啊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好 弟兄姐妹 前面不是很欢乐吗 耶稣行了一个神迹 带着西门出去捕了 两船满满的鱼 但第八节 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 在这里西门彼得 看见耶稣所行的这个神迹之后 他的下一个动作却是 俯伏在耶稣的膝前说 主啊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弟兄姐妹 如果是你 如果你是一个做业务的 你很需要业绩 那你整夜劳力 业绩挂蛋 但是耶稣跟你说 来 我跟你说 往东边去 带你去 达成业绩 哇 你那一天去了 签了两百张订单 你会不会非常开心的说 主啊 不是离开我 彼得是说离开我 你应该会对 主耶稣说 主啊 不要离开我 你每一天都跟着我 你每一天都跟着我 我的业绩就会越来越好 或者你很需要 你卖的东西要卖的出去 常常没有知名度嘛 没有人知道你做的东西很好 你卖不出去 但因为耶稣跟着你 你就把你的东西都卖光了 你应该会很渴望说 主耶稣不要离开我 跟着我 我需要你 跟着我一起 我每一天都会得到满满的祝福 很多的丰盛 而彼得却在这里说 主啊 离开我 开玩笑 这么多的鱼 彼得不要吗 为什么彼得这个时候 会说这句话呢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是的 弟兄姐妹 虽然彼得依从主的话 去做这件事了 但我相信彼得里面很清楚 他可能没有真实的信心 彼得可能里面 知道里面他自己的罪 他就是骄傲的 他是不信的 他虽然依从主的话 或许他心里面想的是 怎么可能 我捕鱼这么多年了 这个时间点 怎么可能捕得到鱼 好吧 主耶稣 因为你是夫子嘛 你说要做 我就跟着你做 但他里面是没有信心的 所以有时候 是不是无故礼拜堂 弟兄姐妹 天佑哥 巧琳姐会 要求你们一些事情 或者主会给你一些挑战 你会说 好 我依从你的话 但是呢 去行的时候 我们里面 其实是有怀疑的 当主说去传福音 要叫人 带着这个福音的大能 你可以去做得到的 可以带领很多人信耶稣的 但你去做的时候 是没有信心的 我觉得彼得是一个 很真实认识自己的人 他真知道自己是个罪人 是一个骄傲不幸的人 所以他承认在主的面前 所以弟兄姐妹 跟随耶稣的人 是一个谦卑的人 你能够真实承认自己的不足 你能接受别人的建议 这就是一个谦卑的人 我想用一个茶包的比喻 来说自己的经历 过去呢 我比较擅长的是 在跟人的互动 所以我的人际关系 一直都还不错 就是跟 就会有很多的朋友啊 跟人的互动 有的都非常的美好 但直到我认识 辅助牧师之后 我们两个谈恋爱啊 就常吵架啊 结婚后也常常在吵架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 我明明跟别人的互动 关系这么的好 为什么偏偏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就常常容易生气动怒 常常脾气不好 跟你吵架 一定都是你的问题 如果没有认识你之前 我都不是这样啊 那有一次 我听到一个讲员 在跟我们分享茶包的比喻 他说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一个茶包 打开你面之后呢 会不知道他的味道如何 但是呢 100度C的热水冲下去 你那个茶的味道就出来了 你就知道 那个茶包的味道好不好 那个茶是什么样的口味 我听了我明白了 是的 我的脾气本来就不好 我本来就很容易动怒 那就是我 我就是那个茶包 而辅助牧师只是 那个100度C的热水 他把我给冲开了 所以我不再以 我的人际关系是很好的 为夸口了 我在神的面前承认 主啊 我真是个罪人 我就是那个茶包 所以我要学习改变自己 我愿意成为那个谦卑的人 被神来调整 接受别人的建议 所以跟随耶稣的人 也要是一个谦卑的人 如同彼得承认在主脚前说 主啊 我是个罪人 离开我 好 最后一个我们来看 跟随耶稣的人 也是一个交主权的人 当彼得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 第十节耶稣对西门说 不要怕 从今以后你要得人了 第十一节 他们把两只船拢了案 就撇下所有的跟从耶稣 是的 当西门承认自己的罪 他看见了耶稣对他的接纳 因为耶稣对他说 不要怕 你要得人了 当我们在神的面前 承认自己的软弱的时候 主也要对你说 不要怕 从今天以后 你要得人了 所以撇下所有的 跟从耶稣 他知道 耶稣对他的接纳 他经历了神的大能 过去 他是为了得许多的鱼 而活着 但如今 他知道神要叫他得人 上面那张图片 是很多的鱼 下面的图片是很多的人 对渔夫来讲 得许多的鱼 是非常大的满足跟喜乐 因为他代表许多的财富 生活无忧无虑 那如果主跟他说 要得人 会跟得鱼一样 喜乐 他知道 他明白 主说的一定是真的 他撇下所有 跟随耶稣 这一次他真的相信了 他要来得人 他要得到主要给他的 那样比得鱼更大的满足跟喜乐 所以要挑战弟兄姐妹 跟随耶稣的人 是一个愿意 撇下所有跟随耶稣的人 如同彼得就撇下了他的船 对渔夫来说 船是最重要的 他撇下他所有的跟随耶稣 撇下的意思是 交主权 你愿意交出你时间金钱的主权吗 你愿意交出你兴趣 你婚姻的主权吗 你愿意交出你的家庭 你儿女 你等等 你所有一切神挑战你的 你愿意交出你的主权 来跟随耶稣吗 撇下所有的 跟随耶稣 我想分享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 他交出他兴趣的主权 对他来说真的非常不容易 他非常爱骑脚踏车 每个礼拜一礼拜五 他都必须上班 没有机会去骑 礼拜天又教会满满的服饰 所以礼拜六是他唯一 可以骑脚踏车的日子 但是有一天 他的门徒要来读 MTC 侍奉学校 他知道他身为他的守望者 他一定要陪伴他 所以他就豁出去了 他就一个月 要有两次的礼拜六 整天要来上MTC 以至于他骑脚踏车的这个兴趣 必须交出权了 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可思议 因为认识他很多年了 这个礼拜六对他来讲 好像是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时间 因为是他的兴趣时间 但是他为了主 他交出这个主权了 当我问他说 弟兄啊你愿意怎么办呢 那你的脚踏车怎么办呢 他回答我说 没有关系啊 我就上MTC的时候 从我家骑到五股礼拜堂 那也是在骑啊 所以他把他的兴趣 做了一个转换 他自己交了这个主权 以至于我看见这个弟兄 他在他的工作岗位上 不断的蒙福升迁 他的小组 他的服饰 他的婚姻 他的家庭 都在蒙福 他在他身边的人 也都因他蒙福 所以弟兄姐妹 当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交主权的人 神要给我们的祝福 会更大更大 所以跟随耶稣的人 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我们一起再来复习一次 第一个是被神使用的人 第二个是顺服神的人 第三个是一个谦卑的人 第四个是一个交主权的人 使得渴望无辜礼拜堂的每一个家人 我们不要怕 耶稣说我们要得人了 我们一起撇下所有的跟随耶稣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耶稣 谢谢你 在今天主日的早晨 亲自用你的话语来对我们说 你是乐意赐福给我们的人 主啊因此我们不仅是成为一个信徒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一个跟随耶稣的人 我们跟随你 我们愿意来顺服你 我们愿意成为一个不断被你来挑战 被你来使用 谦卑在你面前 交出自己主权的人 我们要在走天路的这段路上 因为跟随耶稣成为一个不断自己蒙福 也使别人因我们而蒙福 主啊你帮助五谷礼拜堂的每一个弟兄姐妹 当他们在不容易的时候选择了这样的一个 做了一个决定要跟随耶稣的时候 你让他们看见 他们要大大的喜乐 大大的满足 充满他们如同彼得 一样他看见了 主在他的生命中行了神迹 你那样的神迹奇事 也随着这一群愿意跟随你的人 天天与他们同在 谢谢你 听我们在你面前 同心合一的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